南柯高雄園區 南柯高雄園區主要是一個高科技精液加工的一個產業記錄 那我的作品呢其實運用了赤輪 其實象徵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產業形態 那再加上一些台灣本土的花卉 就代表一個台灣的一個影響 我們作品呢其實比較大的特點是 這件作品是可以用去找踩踏去做一個作品的一個互動 那館中的旋律呢 我是採用台灣民謠之父鄧宇仙的一個四季紅的歌曲 我是使用了不鏽鋼管這樣的一個材質 那我們認為不鏽鋼管這樣材質 它所敲擊出來的聲音最微清最響亮 很適合拿來放置於戶外的一個場域 跟人產生更多的共鳴 南柯這邊的生活非常的緊湊 那在後面這邊是宿舍群 作品設置在這裡 希望說只有下班之後 他們可以在這個公園裡面走動 那在踩踏我這件作品的過程當中 能夠去享受這樣的一個音樂 我們一起進入 一旦海益 然後我們一起進入 一旦海益 裡面有一個好多的地方 我們來演出 一旦海益 那幾天 我們來演出 一旦海益